县市力拼疫苗接种速度要提升覆盖率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表示 北市一天可以施打将近5万剂疫苗 覆盖率已经达到27.8% 是六都第一 更套路预计22号覆盖率会达到34% 而其他五都的疫苗接种率排行 高雄市排第二 桃园第三 四五六名分别是新北 台南和台中市 北市上周启用花博大型接种 暂停民众施打新冠疫苗 一天最大接种量可以来到14000人次 成功催出打气跟效率 市长柯文哲很自豪 疫苗接种率登上六都第一 台北市的覆盖率已经到27.8% 到7月22号大概整个台北市的 疫苗覆盖率会到34% 重点是要有疫苗 而来看到第二名的高雄市 接种率20.7% 第三名则是桃园市20.4% 新北市以18.8%位居第四 台南17.5%名列第五 台中则以17.1%点地 不要挑三拣四 第一剂打AZ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 最后产生的抗体浓度还是非常高 背景疫苗大进身体才会起作用 柯文哲力拼疫苗覆盖率 提降级解封做准备 隔壁的新闻市长胡友宜则先到金山市场视察防疫 为解封首个周末市场卖场观光景点都开始陆续出现人潮 虽然接种率六都第四 新北也有话要说 疫苗施打的覆盖率得看中央配给我们的量 中央配给我们的量 我们都尽快地来施打 疫苗接种求稳求好还是求效率 各县市做法不同也暗中较劲 今天环高次由新北台北报道